在台上的演講很不錯 沒有 謝謝 為了你特別準備 希望你能夠有全力支持 一定要的 中文書組都是一起 一起 支持一下 青龍的同學 找人 主席好 還有柯總長好 各位好 你的男朋友好 我們這次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其實這一年多來 反媒體壟斷運動 包括蘇主席還有民進黨一路相挺 那我們現在走到最後一步 要立反媒體壟斷法的關鍵時刻 我們希望民進黨能夠還是繼續的堅持下去 能夠信守承諾 然後完成立法 這是最主要 希望主席能夠幫這個忙 繼續幫下去 然後繼續相挺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明天立法院 非常謝謝民進黨能夠排入這個法案的審查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知道最近事情很多 所以我們學界公民團體還有學生 我們就很認真的幫各個立法委員 綜合了一個版本 把民進黨版 楊麗寬版的NCC版 做了一個綜合版本 希望能夠用一個最佳的法案的版本出去 我們的原則很簡單 第一個 楊麗寬的版本 是一個沒有紅線的版本 是絕對不能通過的 NCC的版本 紅線不明確 對業界會造成寒蟬效益 也不能通過 所以我們這個版本 其實是以民進黨版本為主題 然後納入另外兩個版本 以及台大的版本的一些 比較能夠可行的法條 進入這個綜合的版本 但是絕對不能夠讓楊麗寬版本 跟NCC版本單獨有通過 這是一個原則 我們希望民進黨能夠幫這個忙 在委員會的審查當中 能夠綜合一個版本出去 而且是一個最佳的版本 這是我們今天來最大的最主要的訴求 我們反媒體壟斷 絕對不反數位會流 我們也不是這個反所有的民眾 我們也不是一味的反中 都不是 媒體壟斷就是防止那些太大型的業者 造成言論多元的影響 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價值 也是國家安全的價值 是我們我想我們跟這個 所有的這些關懷台灣自由民主 這個價值也是完全一致的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就是民進黨 真的是一路相挺過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 所謂的綜合整合的版本裡面 我相信這個也是 其實也是民進黨團一直的立場 就是我們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 然後不妨礙所有會流 不妨礙業者去追求台灣一個 媒體更發展這樣的一個產業 因此我們的紅線 這個就是紅線的問題定在哪裡 所以我們特別強調的是 這個紅線我們定的其實是很寬 民進黨版本裡面原來其實是說 有線電視系統一萬戶以上 就不可以定義新聞台跟系統台了 這個我們覺得其實是嚴了一點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放開 放開到20%的系統戶這個收視戶 20%是很相當快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台灣的系統台裡面 只有兩家超過20% 就是一個就是大戶一個就是中家 那這兩個系統台呢 在NCC的這個立法 就是在NCC審查他們的這個併關過程裡面 已經立下潛力了 這兩個大系統都不可以再去併新聞台 所以我們只是把這個潛力納入法規而已 我們並沒有再增加任何多的 沒有管到其他的業者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一直呼籲說 呼籲說這個法案是三營的法案 其實產業也會贏 然後政府的管制很清楚 那也大概有支持 也會建立一個好的一個環境 所以政府會贏 然後我們社會會贏 這個基本上我們不要這些所謂的言論多元 言論集中 過度集中 能夠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造成影響 那這個是紅線 然後另外除了這個系統台之外 那其他的這些比方說全國性日報 比方說這個新聞台 我們這個的紅線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很寬 很寬 那管到誰呢 其實大概只有管到蘋果日報而已 其他的媒體都沒有超過三分之一試占率的 目前所有的媒體沒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試占率 只有跟蘋果 那這兩個報紙 我們基本上希望他們不要再去跟別人合併了 那也合理 像蘋果再去跟中國時報合併的時候 其實全國的民眾就反對了 所以大家其實對於後來的一傳沒案 是我們看到那個民意反對非常強大 我們連學生團體的親盟對不對 一次又一次的站上街頭 一次一次的到這個政府來抗議 其實就是覺得非常擔心 我們的四大日報 絕對不能再去做所謂合併的動作 所以就只有管到這邊而已 其他沒有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維持現狀 大家不要再踏過紅線 所以我們希望業者能支持 我們希望民意黨支持這樣的一個版本 其實也就是民意黨的立場 那能夠堅持的把它支持下去 這個反媒體壯斷法裡面必須要有十項原則 在我們的新聞稿上面可以看到 這些原則我稍微簡單的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包含說應該是以這個新聞媒體為主要的規範對象 那第二個是針對產業現狀 建立明確的這個管制的紅線 那第三個是壟斷計算的指標要具體透明 那第四個是公共利益應該要納入審查的標準 那第五個是確立媒體分離的原則 那第六個是法定透明的審查程序 那第七個是禁止媒體不公平競爭 那第八個是這個納入公益訴訟條款 第九個是民文保障這個新聞工作的主權 然後第十個是包含回收條款的 那所以其實這幾個原則 我們希望民意黨明天在審議整個法案的過程當中 希望民意黨團跟這個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能夠堅守這十大原則 那今天大家談的其實都有一個故事 那只有一點我覺得好像味道不太對 叫我們要信守承諾 好像我們這被賴子 怪怪的 我們沿路不是一起走來嗎 而且都完全一樣的立場 那那個我不只是 那你們非凡說我去自由房廠看 其實我何止去自由房廠休聽 請這間門口我也去啊 沿路走來讓大家來職位報告啊 我們也一起 尤其113火大遊行 就是因為大家都站出來 我們三大訴求裡面 我們第二個就是這一個 這些黨調 而且沿路也因為我這麼堅持 沿路這些日子來被罵成那個樣子 對不對 有的沒有的 所以今天來到這個關鍵關頭 我們這個一定是 白紙乾脫更近的朋友 而且一定要來把我們的理想觀測在馬里 入法 這樣才能有最完整的制度面的保障 這正是不只是因為這一次 大家出來讓我們感動 而且大家彼此相同的理想 而是從民進黨從建黨 我們一直就是追求 那種金融自由追求健全的媒體環境 哪怕當年 在那種壓制的時代 在那個暴禁的年代 我們就是為這個自由追求 甚至於還有我們的黨員 為了百分百的言論自由自分而始 這演入大家都很清楚 那今天就來到這兒 就是要怎麼樣趕快 讓他能夠完成的理想 這個我想大家在淡氣的是這一點 那民進黨一定是堅持 一定是這個理想 這個情況其實 那如果哪些地方還要更作業 然後是怎麼樣 隨時大家互相溝通 那怎麼樣才能夠頂一層 那這個大家一起 從不同的面向來能變 不過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民進黨一個黨在考 這個社會現在對於這樣的印象 不太願意這樣 而是如果大家都站出來 也覺得所見相同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當然要謝謝你們 因為我們一起走來 因為沿途有旅有我 我們一起已經走到這裡 現在就差 最後要把它完成法案 那其實這個法案 民進黨提出一個版本 也不是民進黨自己發明的 也是施進體教授跟邀請相關的 尤其大家都有參與軍弄出一個專法 本來我們是修法 後來弄出專法 所以這也是不遠出大家的意見 那這個專法出來 現在往這個專法 還比你們嚴格一點 你們覺得寬一點也可以 那這個 這一部分不是屬於這個 價值的堅持的部分 這個是比較技術面的部分 那這個技術面是可以談的 也就是說在這個談判的過程 因為立法案不是民進黨說了算 今天民進黨也不是執政黨 所以我們的力量也有限 但剛才總召在這裡 也明白了給大家成功 也表示太多 你力氣全力 那這個在談判的過程中 也許你說如何創造三億 所以怎麼樣進退一點 這個大家是可以怎麼樣 有些時候也許能夠讓他成 不一定知道最最理想的 也許是怎麼樣的條 這個我們尊重黨團 在第一線打戰的時候 讓他們可以有條文的參考 大家提出來的案 就是一概的 那另外還有其他相關的一些 訴求跟技術面的東西 這也一樣 在這個立法院的黨團 在立法院的議場裡面 經由大家一起來這個談判 經由大家的堅持 最後希望能盡量的 我們跟我們合法一接近 有些絕不能推廊的 那我們一定堅持 有一些技術面都找 怎麼樣子的 那個來現場的談判 大家也都是行家嘛 也都不是外行的 多的行 那我們的科統道士 一向能夠掛少數大的力量 所以他也要 如同做藥 他也要急 那我們一定 有一些要堅持的 我們一定堅持到底 自己努力 好 自己努力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好 那你不要客氣 那你繼續加油 所以你要最後面 祝福 拜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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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加油 好